一块了解 今年的情人节 我想让太太再次披上白纱 我们再拍一次婚纱照吧 夕阳情人节这一天 国民党立委蒋万安一家人拍婚纱赛恩爱 而对于年底选战逐渐逼近 尽管蒋万安在各项民调持续领先 但绿营潜在对手实力不容小觑 除了陈松口不排斥选举的陈时中之外 前交通部长林家龙同样也被视为热门人选 而两人支持度在中二立委补选前后也出现变化 根据一份外流的民进党内部民调指出 补选前陈时中领先林家龙3% 但补选后担任林静营进总组委的林家龙 支持度增加陈时中确实下滑7% 如果把被视为柯文哲接班人的 黄珊珊和蒋万安通通一起比 陈时中和林家龙差距也有变化 毕竟看看去年12月民调 如果绿营派陈时中出马 支持度为26.7% 林家龙为22.3% 两人差距约4.4% 但今年1月民调 虽然陈时中稍微领先 但和林家龙差距变小 只有3.1% 蒋万安人维持领先 黄珊珊则为第三名 不论是林家龙部长或是陈时中部长 我相信我们绝对都有信心 提出任何一个人选 我们都能够赢得最后胜利 真金不怕火炼 不管是陈时中 或者是台中市的前市长林家龙 我觉得对于蒋万安委员 他只有努力这一条路 而林家龙办公室则发声明强调 不管人选是谁 候选人都要针对城市提出新愿景 北市选战绿营究竟谁出马 还未定案 但想必都是最强棒人选 三连圈横大风中凯 原始小组台北报道